大家好,我是Bendy,来自i-Land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欢迎你们 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notification bell 就是通知铃铛 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好不好? 好,那么呢,好久我们没有做cupcake了,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要来教你们做lemon cupcake 就是柠檬杯子蛋糕 非常的可爱 而且呢,带有很香的柠檬汁味道 我在做的时候就一面做 一面感到非常非常的香 就很迫不及待的要吃 而且方法非常简单 再搭配跟这个芝士奶油糖霜 就是绝配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好,一开始在一个大碗当中 把你的无盐牛油加入 记得一定要室温 之后加入你的西砂糖 然后用你的搅拌器来打扮到 它们就变成好像微黄这样子的颜色 好,现在要加入鸡蛋 加入三颗大的鸡蛋哦 就我建议呢 在一个碗当中 打开了你的鸡蛋 之后加入 然后打扮 打扮到它们均匀为止 好了,之后再加入另外一颗鸡蛋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 不会有任何蛋壳在你的这个 啊,cake里面哦 好,继续的打扮 均匀了之后呢 就加入第三颗鸡蛋 那个浓稠度 它会越来越水哦 可是你打扮够久的话 它也是会 变成凝固回去哦 现在加入你的柠檬皮 还有柠檬汁 然后香草精 之后继续打扮到均匀为止 OK 现在用一个刮刀呢 把旁边的这些都刮来中间 好了之后呢 就放上一个过筛东西 然后把你的面粉倒下去 再加入你的发粉 baking powder 还有盐 因为盐会提升它的味道 然后就这样子过筛 来免除任何的颗粒 好了之后呢 就用你的刮刀来在上面搅拌一下 把那个发粉来平均的搅拌在粉当中 现在就用这个翻拌的手法 折叠的方式 Folding method 慢慢的这样子折叠 然后搅到我们大概没有粉了之后呢 就可以慢慢的加入你的牛奶 我今天用半杯的牛奶 加入一点牛奶 搅拌了再加入 加到你看到它的浓稠度变成这样子 就有一点比较顺滑了之后呢 就可以了 现在我用这个汤匙 我大概一个mini的这个silicon cupcake 我会放一汤匙半的蛋糕糊 就是放进去了之后呢 就可以准备拿去烤箱烤了 今天我这个recipe做30个mini cupcake 好放进180度的烤箱 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们上面金黄 而且你牙签擦下去的话 拿出来它是干净的 放凉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 芝士奶油糖霜 我上面有recipe 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下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这个黄色色素 我大概拿出三分之一左右来把它染成黄色 最后就把它们放进的裱花袋当中 放一边就是少部分是黄色 然后多部分是这个本来的颜色 好现在我们要pipe了 它完全冷却了之后 你看它可以很容易就拿出来了 因为这个silicon cupcake mold是很好用的 然后我今天用了这个wilton ducy的piping tip 来pipe一个非常简单的 从中间pipe到外面去 就会有一个非常美的pattern 好现在我来做第二个pattern 就是花的 我今天用alteko124的piping tip 就是一个花的piping tip 就这样子往外面去 就是那个比较阔的部分在外面的 然后倾斜一点这样子一朵一朵的做 第一层我做八个花瓣 好了之后呢 上面第二层是从两片的中间来开始 我就做六个花瓣 再来第三层是五个花瓣 这样子然后中间放一个巧克力力 来做它的这个花瓣 然后就好了 现在我们来重复 最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做八个花瓣 记得你的piping tip要清晰一点 然后做第二层 还有第三层 就放上一个迷你巧克力力 就完成了 好了我们的这个柠檬杯子蛋糕 非常的可爱对不对 现在切切来看看里面好不好 好 注意看 哇 很香的柠檬味道 我真的是 整个oven都是那个很香 会不会的柠檬又有牛油的味道 很漂亮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来打开看看 哇 松软 好吃 非常香柠檬的味道 嗯 有点酸酸的 然后有点甜甜的 再加上这个芝士奶油糖霜就绝配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好不好 好 现在就做完了 希望你们可以尝试好不好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 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video Vitagen Mooncake 请你们记得观看 然后呢 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还有Facebook Instagram 下个礼拜再见 Bye Bye